带一只中长焦镜头去高原旅拍摄怎样的体验 不久前我们带着试码最新发布的70-200mm f2.8 DGENOS SPORTS来到了川北八坝 面对高原上辽阔的自然风光 70-200这个角度相对标变广角有更独特的视角 既能充分囊括整体环境 也能用长焦勾勒出远处的动物 甚至超远距离的山脉 总有一种很遥远但是又身临其境的感觉 长焦加上f2.8的虚化 也能以相对特写的视角来展现细节 用35或者是50 可以快速地捕捉几米范围内的有趣画面 换上70-200扫尖又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午后阳光充足 最适合用中长焦拍摄一些小景 或是记录下有故事的画面 在寺院里拍照 除了最常见的黄墙红碗 要怎样拍出新意呢 试着用长焦镜头凑镜拍 突出几何线条 色彩搭配 或是光影下的明暗变化 再借助前景后景虚化 有意境的画面就出来了 在路上我们看到喝水的牦牛 顺手也来几张 这样的视角像不像自己也变成了牦牛 再来看看动物的毛发 脚底下的草是不是都相当锐利呢 整个过渡也非常自然 虚实转换顺畅不突兀 利用长焦压缩将背后的群山 层云 远处的房屋 前面的飞机跑道全都拍下来 有足够宽广的空间 长焦端也能拍出不一样的宽广视角 由于采用了新的浮动对焦机构 在超近距离拍摄时 色散依然控制得非常优秀 长出冰花的树枝 在这样极限的场景下都惊得起放大 而且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 清晰地看到前后离焦区域的光斑情况 无论是前景还是背景都称得上柔和 并没有为了背景虚化的柔和就放弃掉前景 给鸟来张特写 在这种纯白背景 且背景与主体形成高反差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将鸟的羽毛质感拍得非常好 对焦也没啥大毛病 就算是突发随手进行的打鸟连拍 张张焦点都在 羽毛细节也非常清晰 日出拍点草原上刚睡醒的牦牛 逆光时这种高难度画面中 找焦点会稍微慢一些 但是对上后就不会跑焦 并且在这样的大逆光下 仅有轻微的眩光 鬼影 也算是给画面增添了一些氛围感吧 途中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挂机镜头 这只试码70200算得上是大小合适 照片和视频全程都是手持拍摄 镜头在长焦端也能有5.5G的防抖 摄影师200毫米端手持运镜 效果也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我们用的是相机的4K60P 有1.5倍裁切 也就是200毫米再当300毫米用 还有高海拔寒冷天气这种buff 这样的防抖性能已经让我们很满意了 手持静止拍摄更不成问题 从这段视频也可以看出 它的呼吸效应非常轻微 可见这只镜头针对视频拍摄优化的很到位 而且它采用内变胶设计 整体防护性能也能让人放心 美中不足的是脚架环无法拆卸 大多数时候我们将它旋转至上方 这样我们能够用左手更好的拖住镜头 不论是从胶段的实用性 还是镜头自身的素质来看 70-200毫米F2.8BG-EN OS SPORTS 很出色地完成了本次高原旅拍任务 果然旅行还是得有致长焦镜头才行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